曾是香港上世纪五零年代能歌善舞的红星 顾梅的画作如她的歌声一般耀眼和引人入胜 拥有歌坛小云雀之称的她 在七零年代离开大萤幕后 蜕变成为优秀的山水画家 原名顾佳明 1929年出生于广州的书香世家 祖父顾职农精通书法 父亲顾丹明曾任职报界 是一名业余的传统画家 尤其擅长古画鉴定 也因此结交了许多画家朋友 顾梅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 高中毕业后 顾梅与弟弟香港著名作曲家顾佳辉 被广州艺术学院录取 但高昂学费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机会 过了近二十年 顾梅吸引后才重新拾起画笔 顾梅在1963年先是师从赵绍昂 引领南画派的花鸟画入门 1969年在拜师胡念祖和欧豪年学习写意山水 1974年她随香港新水墨先锋 吕秀坤探讨新水墨的哲学和理论 在几位各具特色的名家指导下 顾梅吸取了他们各有的风格 再结合自己独特的诠释 最终形成了她自己的独具山水画风 延续家族的传统 顾梅钟爱以水墨入画 探究墨与水的比例 静待墨水在纸上晕开 尝试不同颜料的混合 润意挥好泼墨 琢磨的每一环节都强而有力地 抒发了她的情感 在《汉墨》之中 顾梅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言语 顾梅在1971年台北举办了她的首词歌展 此后她陆陆续续在全球举办了至少28场个展 顾梅的作品更受到20世纪亚洲艺术大师张大千和赵无极的高度赞赏 张大千在她的画上提示 称赞她的作品 其中一幅作品的提拔是这样写的 家弥是我通家子 歌有新生画格旗 歌是寒额云蝎纸 画如米老波林里 赵无极则提出与顾梅交换画作来收藏她的画 多年来 赵无极、顾梅经常通过书信探讨他们各自的艺术观 顾梅的作品除了被纳入知名机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外 也经常在各大拍卖公司出现 顾梅的作品以云雾笼罩的山栏山谷为主 早期她住在香港 这水泥丛林缺乏壮丽的自然奇观 对她而言 大大限制了画家的视野 于是 顾梅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用抽象的笔法创造属于她的锦绣山核 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束缚 顾梅画出了一幅幅云雾绕辽 气象万千的高山流水 她对光影的绝佳掌握 以及充满自省的奇特想象 使她的画景朦胧 起立 1984年 顾梅移居加拿大 这也是她艺术生涯中的一大转折点 她的画风由此上升至另一个境界 为而壮丽的山脉 以白雪作为披荆 温暖的阳光 从消散的云层中 缓缓穿透出来 瀑布的水流从岩石上倾泻而下 不断相互冲击 最终全部汇入江中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 再加上季节更替的奇妙变化 很快就在顾梅的作品中扎根 她囚禁又抒情的笔柱 突出了水的流动和云朵的灵透 顾梅后期作品 将人置身于万寝烟波的画镜之中 风光已拟 似梦似真 疑运无求 气韵生动 顾梅有着别样的颜色审美 她的调色盘似乎主要用蓝绿色和琥珀色组成 并且香蕉混合形成紫色 顾梅尤其偏爱紫色 因为她结合了蓝色和红色 那是黎明与黄昏的颜色 更是生活中尤其有落的象征 借鉴中国古代的水墨传统 结合西方世界的自然奇观 顾梅破墨抒情 破笔成体 深远的意境使她的画作流露出非凡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过超过蓝色的电影 攻击